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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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弦是钢丝弦 不像那个古典吉他弦 这是钢丝弦 而且这个第一弦是双弦 看看 演奏了以后他们也开心 我也特别开心 让内地更多的朋友认识新疆 了解新疆音乐 我把琵琶的曲子用吉他演奏 发到这个网上 发到我的朋友圈 点击力特别厉害 特别是内地的朋友 这是新疆的 别玩就用吉他 国外的乐器 弹这个中国的琵琶曲 哎呀 这个咋弹出来了 他们都纳门的好友太厉害了 他们就点赞 我们家唯一的出来 搞音乐就是我一个人 当时我爸让我到银行去工作 我不答应 不行 我只喜欢音乐 76年 五年就考到一校 80年我就到十五公团 参加工作 研究的热瓦谱 当时我就是跟王俊敏老师 学的琵琶 我们约都一块儿排练 你看看他 你这个说话 你的手特别好 你学琵琶行不行 我就不学 我就坐着 到我们家去 给我们家老人做四项工作 你们放心交给我 我给他叫琵琶 这是新疆的乐曲 我小嘛 我也不懂 反正我知道 琵琶就是好像古代弹的那种 我们家人就说 你应该学 你可以学会的 就这样 天天就跟王老师 在一边排练 那我买买买买买 就喜欢琵琶 85年 家里处理线 火灾 早上特别严重 整个手都是握到一块儿 撑不开 根本撑得开 当时我就在医院住了 大概七八个月吧 出院以后 对我打击太大 我上不了台 最后又让我 在爹院上班 上了有几年多吧 我上不了台 我特别难受啊 轻轻跟刀炸的一样 我是在舞台上的人 我怎么在这儿 天天在家里面就开始苦练 练琴 练半天我这个指头 还是按不上去 最后到医院做了四次手术 砸了钢针 正好是指头就可以开了 稍微好一点了 我就这样练 一天可以练个六小时最少 因为我这个手 胳膊一直受伤到这儿 特别严重 我的皮都是纸的皮 特别嫩 不能夹 夹上以后 腾得不行也容易烂 所以快二十多年了 没有弹手 一直弹的是吉他 从九十年代开始 我就用这个吉他演奏 民族乐器 我就用吉他改变那些 将军令和实面埋伏 练了多少年以后 正好他里面需要一个吉他手 当时上台以后 跟他们一块拍练 团长一看 哎呦这家伙什么时候 我演成这样 最后到内地一个演出 你去 我特别开心啊 我多少年的冤枉 就是让我上台 接我们到内地去演出 2013年 在湖南参加了第八届 全国残疾人会演奏 我演奏的将军令 获获了二等奖 2017年 参加了全国第九届 残疾人七月比赛 用吉他 演奏了新疆劲儿了 我自己改变一下 融合了金奖励儿 二二三四个五 五四五 三十多年了 我一直接触这个民族音乐 所以我把我之前的全部 写成谱子 让我们这些学生们 按照谱子演奏 让他们更了解 我们这个新疆的民族音乐 和全国的 各个少数民族的音乐 我一直看音乐 音乐可以说是我的宝 给我带来的 非常好的欢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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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